平林区公所20号的上午举办了 平林在地特色创意料理PK赛 这一次总共有30组报名参赛 除了在地居民外 另外还有新住民还有男性朋友来参赛 而参赛者运用了在地食材研发特色料理 不仅展现多元风味也融入了浓浓的人情味 尤其是丰富的菜色 让在场的贵宾们都看得口水直流 一道道好菜上桌让人看得实质大动 平林区公所20号上午在色楼礼堂 举办平林在地特色创意料理PK赛 共有30组人报名参加 参赛者运用在地食材 以及当地特色茶叶入菜 道道色香味俱全 像是这道五路尽材 居民郑州样就选用了包种茶粉 红麴还有天然南瓜等食材做成发糕 不仅健康又好吃 人拜拜 要去拜天宫拜滚行 五路尽材 拜就五路尽材 这个是红吉 这个是抹茶 这个是黑糖 这个是原味 这个是南瓜 五色 还有这道来自印尼的点心 是利用平林当地的蔬菜 水果 鸡蛋 加上印尼特色调味酱制作 除了色彩缤纷 同时也是相当开胃的一道两拌菜 平林区公所表示 这次的料理PK赛最大特色 就是融合在地异国等多元风味 不仅有在地居民参加 更广邀新住民男性朋友们 一起共襄顺举 让参赛者有机会切除厨艺 也就由不同的元素激发大家的创意 这是我们印尼的外用做的 是他们的印尼的家常 就是零食菜 他是要把这些菜 挑在这边 然后加他的印尼酱 我们有新住民参与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新住民 现在是我们这边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为了他们有一些新的元素 可以融入我们地方 那创造我们美食的多样性 另外这次的活动 也邀请公共托劳中心的 长者们共同参与 票选出最受欢迎的特色料理 长官们看着各式美食 差点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而最后获得最高票数 拿下冠军宝座的 就是这锅用台湾特有植物 鸡饺刺 还有民众自己养的鸡 所烹煮而成的鸡汤 我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让我们地方的这些长辈 可以一起来参加活动 有共餐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也找我们 公托的长辈一起来参与 由于这次居民所端出的 梅道料理都代表着 平宁的特色 风味与人情味 因此公所也期盼 在公所搭力推动 观光旅游路线之际 可以让在地店家 在设计菜色时作为参考 记者 陈平正门齐 平临采访报道 这次居民旅游路线之际 在设计菜色时作为参考 在设计菜色时作为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设计菜色时作为参考